要说吴磊,大家几乎没有不认识不喜欢这个孩子的,小童星长大一路认真演戏为人平信是很棒,他偶像是胡歌,他本人除了在仙剑客栈里饰演李逍遥像偶像至今外,更在家国情怀的大戏狼牙榜密切搭档。 如今的他,凭借长歌行星汗灿烂里对少年英雄的精彩演绎,已然成为内娱九五后的领军人物,喜悦不断,奢侈品大言几乎接到手软,对比国民度超好的蕾蕾向寒之的名字颇为陌生,是路人听了都要问一句这谁呀的程度,不过前段时间吴磊却因和向寒之的恋情被再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,那么吴磊和向寒之的恋情从何而起,查局巨大的两个人又是如何扯上的关系? 今天就让密歇来一探究竟,说起吴磊和向寒之的关系,一切还要从吴磊拍摄《启航当风起》时说起,吴磊是主演,向寒之是配角,两个人的角色也没有情感交集,可自从这次合作之后网上就陆陆续续传出向寒之和吴磊恋情的绯闻,起初是有人扒出两人衣服视频有同款,说仪式情侣,蛮夸张的是,今年吴磊暑期档,S家大戏,新汉灿烂热播期间,和向寒之的恋情更是平凡, 上热搜,而且新汉灿烂不是每天都播,这些热搜似乎是算好了时间一样,正好出现在聚集播放量和讨论度最高峰的那段日子里,之后向寒之似乎更是没怎么消停了,隔三差五的,他和吴磊的恋情就上热搜,他的语言不乏,七七爱爱,阴阳怪气的语调,暗暗呈现的氛围就是,他和吴磊就是恋人,不过南方不愿攻之于众,而且很忙,他很想念他却没有办法, 吴磊这边呢,在今年八月就有吴磊后援会出面,否认过恋情是假的,可向寒之这边似乎就没怎么消停过,几乎是隔一段就来一个热搜,更有大量水军为其控屏,新汉灿烂播出后,一旦出现向寒之吴磊恋情的热搜,还会随之出现吴磊人气搭档赵卢斯的热搜,暗示吴磊和赵卢斯借着新汉灿烂的热度炒CP,赵卢斯有圈内男友等等, 让这段绯闻大戏精彩分成,小编这里不妨和大家一起捋一下这个恋情绯闻的始终,首先,吴磊和向寒之一起拍过戏算是共识过一段,他在剧中和红明浩时官配,戏份比主角的吴磊要少,两个人应该是认识和打过交道的,之后吴磊和向寒之爆出绯闻内容也颇为蹊跷,指向都是两人用了同款,这个逻辑很无稽之谈,不少情侣在生活用品上喜欢用同款,反过来呢,并不是用同款的就是情侣, 比如说像寒之头像和吴磊的一样,那个头像谁都可以下载了用,难道用同款头像的都是吴磊女朋友? 其二,她的闺蜜和朋友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蹦出来帮她澄清绯闻,看起来她是在澄清和吴磊的绯闻,可她朋友每出来一次,她和吴磊的恋情就上一次热搜,她本人也没有什么出圈的角色和大众认知度,大家都会因为认识吴磊看一眼这个恋情热搜,久而久之就因为吴磊绯闻女友的身份认识了她, 从结果上看也是,她每次越出来澄清,这绯闻就越传得稀里糊涂的,其三,像吴磊这个妹子,年纪不大,人气没有,作品不多,绯闻倒是一大堆, 王安宇,周亦然,吴磊,王鹤蒂都和她传过绯闻,客观来说,她和这些男艺人呢,流量又不对等,比如吴磊微博粉丝四千万家,她微博粉丝一百万家, 更令人无语的还是妹子澄清恋情时的发言,风对网友真的是蠢有病,说周亦然是我儿子,满身力气,没有逻辑性可言, 爱攻击网友,而且思维完全在自己的世界里,看着积极向上努力奋进的吴磊,再看看满身力气,性格阴郁的像含之, 你能相信这两人是恋人?从客观上说,像含之对吴磊很有蹭热度的嫌疑,可深究细节,他们的关系也不止这个简单, 从像含之透露出的信息,我们还可以观测出亮点,一是,这姑娘的精神状况的确是有点混沌, 二就是,她还是挺迷恋吴磊的,往深了说,两人的关系中到底藏着怎样的纠葛, 要说这两个人的差异与关系,咱们还得从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看, 吴磊是同性主导,一路上稳扎稳打,对演技有着一份执着的热爱和坚持, 因为还在她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下冷水拍戏, 当同龄人还在父母的关怀中成长的时候,她就已经将自己扎根在了演艺事业之中, 即使生病住院还抽时间参加节目录制, 试想一下,一个五岁就把奉献精神刻在骨子里, 输液还在录制节目的男孩,这种坚持谁又不会动容, 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李乌磊在演戏过程中,被道具炸伤眼睛,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硬是扛刀半夜才去医院, 而且无论多么难的戏份,她都轻力轻微,动作打戏自己上坚决不用替身, 在拍《剩下未来》时为了催吐,一边承平地灌气泡水,一边狂吃香蕉, 拍《沙海》时为了演得更真实,她直接抓起一把沙子塞到嘴里, 吴磊就是这样一个人,年纪清新,但理智清醒有远见, 有远大的人生理想,认认真真地做个演员, 在身处演艺圈的浮华之中,却始终不忘自我,保持清澈而坚韧的内在, 去潜心打磨她作为一个演员的价值, 这可能也是她能被圈内前辈,不同剧方乃至各大品牌认为和喜爱的最核心的原因, 即将跨过23岁的她更是完美避过同心容易,命运多舛的坑, 从国民同心成长为了内与九五后新生代, 最有朝气和影响力的代表性演员和代表性人物, 无论是作品数量和质量,还是商务代言和影响力, 她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,和她所饰演的少年英雄一样, 她这个目标远大,内心笃定,执行力极强,满是朝气的少年, 这样的她,和会在直播里对粉丝爆粗口, 在社交平台说一些不明所以的向寒之,显然不是一路人, 况且无论在生活中也不惧浮云遮掩, 坚持做一个普通而热忱的人, 她之前捡到一只狗,她就起名叫小北, 一直带着这只狗,把她当家人一样对待, 网友时常能拍到她在路边的小店吃饭, 她生活中的爱好也不过是骑行和买耳机, 和其他同龄的邻家大男孩并没有什么不同, 反观向寒之,她2002年出生于美国, 于2018年正式出道, 据说是在徐静雷的公司, 家里和徐静雷也有点子关系, 关于成长经历向寒之是这么说的, 我成长的家庭环境是比较开放的, 他们会给我很大的自由,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 他们认为这都是你自己的人生经历, 说起这姑娘的性格疯癫的程度, 不知道是否和家庭的放养式教育有些关系, 目前她一年就有一两部戏的产出, 要么不是主角, 要么就是小制作的网剧, 更没有什么综艺参加, 这样的工作量肯定工作是不会忙, 从她日常晒出的微博来看, 也是满满, 孤独落寞的味道, 她那些和她一起澄清绯闻的朋友, 从记者上看, 也都和她大同小异, 综合来看像寒之和无垒的关系, 不像是绯闻男友女友, 更像是狂热女粉丝和偶像, 自从和无垒一起拍摄《起航当风起》时接触过后, 她就把无垒对她的友善当作了一种暧昧, 内心坚定地认为自己和无垒有点什么, 今年10月份, 向寒之PO出一条打游戏的视频, 评论却有个顶着无垒儿时马小跳头像的粉丝现身, 这条评论也成功被向寒之特别回复, 她回的还是个6, 当然这段绯闻可不只是向寒之的一厢情愿, 还有她幕后团队的推波助澜, 她和无垒的所谓恋情扯了这么久, 都没有一点实锤爆料出来, 而她的名字在一次次和无垒上热搜后, 开始渐渐被内宇的吃瓜群众所认识, 要小便说, 向寒之如果真的喜欢无垒想倒追无垒的话, 倒也因为在内宇的咖位不同就完全不可能, 但她这一番自作多情加团队故意蹭流量的操作 实在很白露人员, 毕竟无垒可是一个全国观众看着长大的孩子, 她这么常年单方面炒作恋情, 不仅无垒及她的粉丝, 她的团队会反感, 全国观众也会反感啊, 不同于内宇喜欢潘比流量和咖位的风气, 无垒不靠操作, 只靠作品说话的作为, 在九五后艺人中做出了很好的表率, 经历一切浮沉后, 无垒和向寒之的所谓绯闻如今已经出现分晓, 我们应该也会始终祝福无垒, 这样坚定而可爱的内宇九五后小生成为更好的人, 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